好各位听说 那么我们现在正式开始这节课的内容 如果大家觉得上节课 我们讲的类变量和实力变量 讲完之后你就算完了 那么这个我告诉大家 还没有完 我们还要继续再深入的挖掘一下 类变量和实力变量的一些特性 好那么在课程的导演里面 我强调过了 我们要打好这样的一个基础 既然是打好基础 那就不可能像其他的 像一些入门的书籍里面 给大家讲这么简单 之间的甩出这样一些定义来说完了的 我们必须要去深挖一些Python 它的类的一些机制 好那么在介绍这个Python的新的机制的时候 我还是借助着 我之前没有给大家解答的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当时那个地方 打印出来了一个空不支付串 当时是让大家自己去思考 然后后面我们也没有解答 好那么我们这节课就借着这样的一个示例 给大家介绍一个Python的机制 我讲可能一般还是不太习惯 直接给大家甩出这个定义 因为你如果直接甩出这个定义的话 你根本就不知道是为什么 你也不知道这个东西 到底应该怎么用 只有通过这样的一些错误的举例 引出这样的一些机制和知识点 大家才能够在以后的编码中更好的利用我们的这样的一些Python的机制 动态语言虽然看起来写起来非常简单 而且也并不繁琐 但是动态语言最大的缺点就叫什么 简单点说坑挺多的 如果你对很多机制理解不深刻的话 代码是非常容易出现罢的 这个就是一个双硬件 好我们尝试回顾一下我们之前这样的一个问题 合得有两节课了 我们当时是定义了两个类变量 name和h对不对 我现在讲起来的话觉得轻松很多了 之前的很多这样一些术语和概念没有给大家讲的时候 确实是很难跟大家表达 但是现在像类变量实力变量以及我们很多的概念 逐步的向大家介绍了之后 我觉得我想可以轻松多了 好然后在这个构造函数里面 我们是没有加这个sign of的过程 好我们把这些东西给删一下 看起来太乱了 好当时我想来想 当时是定义了一个sign of的1.0的 然后打逆sign of的1.0的 好这个是我们当时这样的一个场景的还原 好我们再运行一下结果 有一个东西可能忘了 我现在是Hanson C4解决了 好我们发现打印的 我们在这里打印sign of的1.0的内幕的时候 打印的是一个空置不串 什么都没有 我当时说大家把这个类变量和这个构造函数里面的变量 同我们的模块里面的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对比的这样一个思路是错误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导致了打印的是这个内幕的空置不串 好我们把我们的这样一个关注点放在最后的print student 正在1.0的内幕上 由我们上节课所学习的支持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要打印的是一个实力变量 而不是类的变量 但是最终的结果让我们看到的确是我们打印出了这样的一个类的变量 因为类的变量是一个空置不串 这里我还是觉得空置不串不是太合适 我们给这个类的变量交流7月 好然后我们再一次的运行 好让它打印出7月了 一个空置不串不是太好 好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个主题上面来了 为什么我打印的是 我想尝试打印的是一个实力变量 最终的去把类的变量给打印出来 如果我们要打印类的变量 那么其实我们正确的打印方法应该是 student.内幕 好现在我们再看一下 加了这样的一个print之后 它就会运行结果 我们会发现打印的两无7月 上面这样的一个尝试去打印 实力变量的时候呢 打印的是7月 然后你去用类变量去打印的时候 你也打印 打印的是7月了 好那么为什么实力变量都打印出7月了 好那么我们从哪里入手来分析这个问题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student.1到底有没有内容这样的一个实力变量 根据上节课我们所学习的这样一个知识 这样的一个复制语句并不是把我们的这个参数内容 复制给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的实力变量 如果我们要复制实力变量的话呢 我们是需要通过self来对实力变量复制的 但是这里没有 好那么我们可以用一个方法来验证一下 这样的一个student.1它的内部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实力变量内容 好我们把这个代码正式给两个create 先把它给注释掉 好 好那么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对象下面所隐藏的一个变量 就是这样的一个双下滑显DICT 这个DICT不是我们自己定义的 就类似于我们之前介绍这样的一个模块的时候 有这样的一个all一样 这些都是pass内置的一些变量 好然后我们现在把我们对象student.1 它下面的DICT变量给打印出来 让我们看一下 好那么此时我们再次的运行这样的一个模块 好我们把结果放大一点 它打印出了一个空的字典 那么这个DICT是做什么用的呢 这个DICT它是一个字典 然后在这个字典里面保存着当前的这个对象下面所有的相关的变量 在这里我们看到student.1 它的这样的一个DICT变量 它打印的是一个空字典对不对 这个就说明DICT没有任何的相关的变量 它更不可能存在内部这样的一个实力变量 那么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 大家也可以在这里加一个self 加完之后再看一下 用我们正确的实力变量的复制方式 来给我们的这个student的实力变量来复制 然后加了self之后让我们看一下 好我们看到了什么 现在student.1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实力变量的 Name和Edge 因为我们这里用了正确的一个实力变量的复制方法 好我们把这个给还原一下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一种复制方式的话 那么我们其实是在尝试去打印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实力变量 好那么问题又来了 如果说你不存在对吧 那么你就直接打印出这样一个Name 是一个不存在空谷就完了吗 为什么我们看到的结果是把我们的类变量给打印出来了 打印出来的呢 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讲的一个机制 一个python去寻找它的相关变量的 好那么这个机制是这样的 大家应该听 如果我们尝试去访问一个实力变量的话 那么python首先会在对象的这样一个实力变量列表里面去查找 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Name的这样的一个变量 如果没有的话 python并不会返回我们这样一个空 它会怎么办呢 它会继续到类变量的这样一个列表里面来寻找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访问这样的一个student1下面的Name的实力变量的时候 它不存在但是返回了类变量的原因 因为它会继续到类变量里去寻找 它找到了一个同名的内容 所以说它就把它就返回回来了 好目前来说的话 这样的一个寻找链条有两条对不对 一个是首先在实力里面查找 然后在类里查找 好那么后面我们还要去讲这个计程 那么如果在类里面也没有找到的话 它会到这样一个student2的负类里去寻找 这个目前来说计程我们还没有学到 所以说这个大家先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好所以说这个并不是由于我们什么全局变量 局部变量的原因造成打印出来的这样一个类变量 而是基于我刚刚所说的这样一个寻找的原理 好这里我要给大家扩展一下 我们刚刚是在这里面打印的这样一个student1的dict 变量对不对 好同样我们还可以打印类的这样一个dict 类也是拥有这样的一个类变量的student 好我们看一下 好我们重点关注的是下面的这样一大段 这个是我们类的dict所打印出来的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里面 它把我们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变量的 用剑子对的形式给我们表示出来的段 在这个类的变量列表里面 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内容的类变量的 也有A这样的一个类变量的 还包括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构造行数等等 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和我们类相关的变量 好这个大家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好那么最后我们还是回到上节目 这里还有一个能解答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SUM的意义 很明显的name和h这个是和对象相关的 它不可能和类相关 但是SUM这样的一个统计的数字 它就适合和我们的类绑定在一起了 因为SUM它不可能和个体相关就对了 你不可能说我们要统计的这个意义是所有学生的总数 你不可能和某一个学生的对象相关联在一起 所以说这个就是和类相关的变量 好那么在本节课的课程最后还是给大家留一个小小的思考练习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 你想把编程学好 那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大脑的事情 我们到我们的C4这里来 然后我们把这个构造函数改一下 改成我们正确的一个实力变量的复杂方式 加上SELF 好那么我问一下大家 如果我现在在这个构造函数的内部 Print这样一个Edge 注意我没有用SELF.Edge 用SELF.Edge 这个毫无疑问 它就是我们传进来的这样一个Edge的词 我现在不用SELF 我就是Print的Edge 好 然后呢 我能把Name也给打印出来 好 大家呢 告诉我 Edge和Name 它们打印的是什么字 为什么 好 那么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好 我们再说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在方法里面 并不一定是说在这个构造函数里 我说的是在方法里面 能不能访问我们的类的变量 比如说 我们现在呢 要对 这个地方有一个SUM 我现在呢 要对SUM做这样一个增加 加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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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的统计下我们的学生的数量 我在方法里面怎么操作 大家想一下 好 朋友们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